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户籍在金门 金门人呢 他去助选 然后他去投票 所以今天晚上没有董哥 好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我是王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没有董哥 有王哥 前台北市副事长李永平 大家晚安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 庄晴玲 我比董哥年纪大 我有庄哥 思春梅神 张有化 张哥 大家好 立法委员 赖世保 赖哥 张成为 王安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世为 我是郑小弟 大家好 我們先来听听看今天晚上热辣出炉的 剛剛之前韩国瑜他的演讲 高雄市长 确定了 未来2018年以后 我们高雄市发展的方向 又年轻 又而前 韩国瑜当市长以身作则 绝对不敢贪账妄法 我们的团队 配合市长 全部往这个总目标来冲 来努力 让我们的高雄未来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阳光 我们高雄市的前途是非常暗淡 太暗淡了 高雄唯一的出路就是往国际化 面向海洋 面向国际 面向未来 这是高雄未来唯一的一条出路 今天晚上韩国瑜的场子 本来是预估10万人 后来15万 20万 陈希曼的场子也是非常的热 也是20万 刚刚你听韩国瑜 他已经提出三个愿景 他要做三件事了 是的 他第一件事 他就是希望讲说 让高雄未来变更年轻 而且更有钱 所以说我相信韩国瑜 韩朱伟他对于民众的一个期许 当初绿营的人士都讲说 你来都贤高雄 说什么又劳又穷 事实上他不是闲 他只是凸显问题 你要凸显问题 你才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他以他过去在北农的一个专业 事为过去也在新北果菜公司 我也三年多 当然我在后期这一年多的时候 是跟韩国瑜主委 他在北农的时候是重叠的 所以说我会觉得想说 你看到在过去大家都讲说 他都没均匀了 他已经拖劫十多年了 但是你知道吗 就如同李嘉芬夫人所说的 他到这一个外面去 包括市场的时候 有多么多的一个农民 甚至于羽民 还有老百姓 这一些劳工 他们都讲说渴望的眼神 希望说他能够发挥专业 能够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而且他也承诺 他未来的一个市政团队 所有的各局处 都要在中低收入户 每个月都要去住一天 而且要去苦疲所苦 然后他也宣誓了 之前他在辩论会上面也讲了 他如果有贪章忘法的话 他放弃假释 他一辈子灌到死 这是他的宣誓 我相信他对于 这一个高雄伟大的一个乡亲 来讲的话 我相信提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一个保证 那你们还有不相信的吗 韩国瑜在讲他演讲 然后台下的观众 所有的民众大声的呼喊 当时15万人说 把高雄还给我 可是相距其实很近的 另外陈其曼的场子 今天晚上陈其曼的演讲 非常的长 在场很多民众也都哭了 我们听听看他讲 11月24号 我们用选票 唐溪花妈 这样好不好 11月24号 我们还高雄一个公道 这样好不好 他要还高雄一个公道 他说他要站在花妈的肩膀上 他要超越花妈 他甚至非常的感性 他说其曼何其有幸 我可以守护高雄 我会做第一名的市长 所以有话 你有听他今天晚上的演说吗 我从头到尾都听 我也是从头到尾都听 有感动吗 他也拍了广告 还高雄什么公道 你们执政多少年啊 你要公道的话 不是20年以后给你公道吗 对不对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你要超越花妈 因为我看那个齐迈兄 他在那边讲的时候 他依然是什么 依然是要塑造一种悲情 但是这种悲情 现在能不能够打动人心 就看明天的结果 那话说了回来 他跟韩国瑜之间 一个是悲壮 一个是欢乐 欢乐悲壮 那大家的选择就不一样 但是身为一个执政党 你没有悲壮的理由 你应该是欢乐嘛 对不对 况且林飞凡他们都说过了 牵个西瓜都会当选的嘛 对不对 OK 但是你要打那么悲壮 这说明了一件事实 陈其脉有输不起的压力 为什么有输不起的压力 原因非常简单 选举就是这样 时间一到 然后选民来投票 他所谓输不起的压力 他要超越花妈 又要对得起总统蔡英文 那你想想看 这一种压力是多大 一方面是总统对陈其脉的举取 另外一方面 花妈帮陈其脉操盘 所以当他压力越大 他反而越会反映这种焦虑感 那跟各位观众报告 这个办公室已经发了声明驳斥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line的内容 其实不用再传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开记者会 我真心的希望 今天晚上到明天 都不要有记者会 没有事情对台湾来讲 就是最好的事情 郑仲再讲一次 没有记者会 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人 出来开任何记者会 所以 我可以讲一下 因为我对陈其脉跟陈局 我说陈局第一次下高雄 选国贷的时候 我帮他助选 那时候我不是很有钱 我还是老师 我捐他两万块 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 要还给他一个公道 可是现在还要 叫他还给他一个公道 我听不懂 他当过台北市社会局局长 阿扁时代 也当过高雄市社会局局长 也当过劳尔会主委 也当过十几年的高雄市的市长 现在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12年 12年 要还给他什么公道 他早就拥有台湾人民 给他的期待 他也没有把高雄市市长做好 他要还高雄市里一个公道 搞清楚 他市长没有做完 跑去做总统府秘书长 现在当总统府秘书长 还违背我们国家文官的论理 到处去助选 你要不要还台湾一个 选举的公道 所以 曾经把他讲这个话 我听不懂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说 还高雄一个公道 拜托 高雄县高雄市里面 执政了二十几年 做得好 台湾人民市长 会还你公道嘛 你做不好 什么叫用选票 还你一个公道 所以我觉得民主进入党 在堕落 我长期支持他们 可是我说老实话 你们再这样堕落下去 用这种口号式的 情绪性的事情 只是会让我 再看不起你们而已 我是这样看的 嗯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长进 他已经执政了 党政军一把抓 所有的部会 独立机关 几乎都变成 他的东厂西厂 你注意看啊 对不对 他自己讲的初转会是东厂 中选会是西厂 现在NCC 专门送这台的 对不对 难道不是北厂 他是内厂 两三年来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就是如此 我每天都过这种日子 我很习惯啊 那我们看啊 结果你要这样看啊 他这么压霸 然后你看陈菊 他当了总统会秘书场 我没有看过总统会秘书场 可以去指挥党团 到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去指挥 说你怎么打 他怎么打 他这样做 然后你第二个 你再发现什么 任何人不可以批评高雄是 你在批评高雄是什么 他就开始轟你啊 他找律师来告 对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民营摊开来 好 六度里面 负债最多的就是高雄市 你不用说呢 又老又穷 这是几年前 陈奇梅自己说的 今年1月18号 陈奇梅自己说的 结果韩国瑜 谁说我们别人说呢 对不对 我们来看啊 韩国瑜那一场 在凤山的一个演讲 我从头看到尾 我真的好感动啊 好几次我真的 我觉得掉眼泪 是哪一次 11月17号那一次 凤山那一次 对 我有去 我觉得我心想 怎么有这么有天分的一个政治家 没有一句罪文 然后把要表达的东西 中心思想 全部用老百姓 听得懂的话 讲出来 我觉得他非常的 把整个等于说接地气 把人民都接住了 他讲到一个概念 所面对海洋 那什么意思 举例 新加坡 他就是面对海洋 全部打开 自由贸易港区 新加坡上来了 那时候几年前 几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高雄 全世界是第二第三的 因新加坡 现在数很多 为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我一定要讲 我当大南边的时候 我们在推的 叫 自由贸易港区特别条例 带头反对的人 就叫陈其迈 他高雄说 同类反对 管闭林反对 然后呢 这个法案审多可怜 你知道吗 审了一个多月 审三次 总共过一条 改说这一条 叫做 自由贸易港区 前面加一个 叫策略性 就这样 就这样每一次 更不要讲说 胡贸协议也被翻掉了 你去问 这个案子的主审的人 叫黄昭顺 他每一次一审 就踢管 一审就踢管 为什么 因为自由贸易港区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叫境内观外 把台湾打开 他们里面 为什么反对 他说这个是跟大陆 连起来 因为扯到大陆 是这样子 中共啦 他们不会讲大陆 他们讲中共 他就认为这个 所以 从头反对到底 就把高雄 全部的杀掉 台南市 也为了说 哇 要变成一个自由贸易港区 赖金的还带头说要 后来整个都不要了 五港一空 所以 这个案子 血淋淋的 你就发现 高雄整个又老又穷 是被民进党 把他掐死的 就 委员 带我们回忆了 其实过去 长期以来 民进党 他的所作所为 除了自由贸易港以外 其实 福贸协议也是啊 ECFA也是啊 以前不要我们 台湾跟大陆直航 也是他们啊 全部都是 可是啊 韩国瑜的演讲 凤山那一场 其实让我有一种感觉 觉得 我好像在听民进党演讲 就是 就是面对海洋啊 海洋国家 他所用的 他所用的每一个语会 都是民进党 党外的场子的语会 但是民进党 跟党 民进党就这样 他承绩了党外的 自由的精神 所以他讲的 跟他讲的同样 可他做的 就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要反中 要台独 好 明天就會决定 这个 当选的这个章 会盖在谁身上 今天晚上 最后 他们在呼唤 所有的选民 明天出来投票 要帮他 要站出来 每一个人 都是要站出来 但是 韩国瑜是 欢乐地告诉大家说 我要做什么事 陈希脉 他有讲 他说 要疼习花吗 11月24号 为了疼习花吗 为了还高雄一个公道 我们要化 把愤怒化为行动 我一直在抄比气 可是 化悲愤怒 对 把愤怒化为行动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永平 2010年的时候 花妈的得票率是52.8 杨秋星 他其实是民进党 后来出来选 所以他的选票有点难 难以理解说 他可能有一部分 是比较支持 国民党这边的 或有一部分 是原来绿的票 黄昭顺呢 20.52 2014年 那个时候 已经 已经气爆了 气爆之后呢 连任的时候 陈菊是68.09 杨秋星30.89 然后另外一个五党籍 1.02 永平 我很能够理解 刚才智贤为什么说 你听陈其迈的演讲 虽然也几个标题 可是你一定要奋力的抄笔记 因为不合逻辑 所以你就记不住嘛 其实我们讲政治的诉求 为什么韩国瑜那个证件 所有人都会背 狼狼上口 因为它很浅显易懂 又很合逻辑 就是东西卖出去 人又跑进来消费 大家都贪大钱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你合不合逻辑 是不是跟你民众的心声 大家站在一起 变得很重要 那问题是刚才为什么 智贤你把陈其迈那个诉求 讲得那么曲折 是因为他把很多 本来不相干的事情绑在一起嘛 首先滕席花妈 刚才庄教授庄校长 讲得非常好啊 滕席花妈的时候 是她刚刚 为了美丽岛事件去坐牢 出来刚要参政的时候 你去听小语 每个人当然都觉得说 你为台湾民主奋斗 可是你过了这么多年 你位居高位 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当过 就只有没有给你做总统而已啦 那你还有什么好疼惜的 对不对 你应该展现出来政绩 你应该让我们看到你啊 真的你要讲美丽岛事件 你今天还要逼大家回溯 那我第一个就要讲 你们为什么民进党 不疼惜施明德 你知道我每一次 他们最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施明德施主席 对不对 当时红山军站出来说 你这个陈水扁 你这个台湾之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贪污 民进党的人怎么样羞辱他 怎么样迫害他 我记得高 因为我有参加红山军 对 当时高雄市不准红山军 进入高雄市 你知道吗 那时候代理市长是谁 陈其邦 不准哦 智贤 智贤你怎么会问我说 你知道吗 我是当时的副总指挥 我知道啊 我们是专门在协调这个事情的 当时我跟你说 全台湾 那个时候 这个极有法 当然还不是像现在 有经过一个修法 变成一个报备制 可是那时候不可思议的是 连台南都可以去 唯一禁止的就是高雄 就是你今天在那边讲 说我们什么多开放 多自由 你我们输了 台湾就没有民主 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最没有民主精神 最不知道什么是自由 最阿把的就是你民进党主政的 时代的高雄 然后那个态度最差 反应最明确的人 就是你陈其邁啊 陈其邁他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么辛苦 一个就是赖世保委员刚才讲的 明明你有一个机会 自由贸易港区 国民党在主政的时候 我是指中央 都愿意帮助你民进党的地方 整个打开 经济活络 贏经济 结果你陈其邁今天好意思说 你要来做高雄市市长 然后你在那边 把他大家都封闭起来 还不止呢 陈其邁还是那个领衔提案 那个228的内容 只要不服他的喜好 就可以被抓起来的这个人 他是说 那个提案叫做说 只要你的228的历史的叙述 包括死多少人 包括怎么样 然后包括说你定义不一样的 可以做得好 所以今天的陈其邁 他有讲 他说高雄是爱与包容的城市 高雄人要团结在一起 我们要做勇敢的高雄人 我讲得好慷慨气 可是为什么我笔记抄得这么辛苦 就是真的很怪 而且陈其邁那时候 为什么不包容洪三居 我真的很想问他 不是他 只有我们包容他们 没有代理市长是叶菊 叶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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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跟正 我觉得今天我用转台器 转来转去 我就发现这个 韩国瑜跟其他的这一些 市长的候选人 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说韩国瑜 我发现他比较会去散发 欢乐的正能量 而绿营的一些候选人 我觉得他们比较善于去发挥一些悲情的负能量 那说老实话 我们为什么要去疼惜统治者 还有统治还有既得利益者 我们要去为什么要去疼惜他们 他们是负责分配社会资源利益的这些人 那请问谁来疼惜社会广大的被剥削者 社会广大的被剥夺者 比如说军工教锦销年金被被砍的那百万民众 还有五百万劳工大众他们被一利益修 他们被劳基法修改的时候被整的又穷又苦的五百万劳工大众 是去谁要去疼惜农民他们的农产自销 没有办法去跟谁哭诉的这些百万农民 谁能够去让这些百万的渔民让他们去冲之鸟礁捕鱼 他们没有办法去他们不敢去钓鱼岛没有办法去捕鱼 谁能够去疼惜他们没有人疼惜他们 那请问一下当台湾大多数的农民大多数的渔民大多数的百姓成为被剥夺者 成为被剥削者的时候那请问谁来疼惜他们 明天投票的时候很简单 不管你要支持谁你要投给谁 你要知道你投下去的那个人领你的薪水 所以应该要求他来照顾你 而不是我们去疼惜任何人 陈其脉在演讲里面说我的生命在这里 然后他提到要不分党派 他一再来讲要爱与包容 可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倒扁的时候洪山军要进入高雄 我们更正一下再次更正一下 当时的市长是叶菊兰不是陈其脉 代理市长 代理市长还是市长 但是叫做叶菊兰不是陈其脉 当时他竟然胆敢不让台湾人 让中华民国国民进入高雄市 高雄没有戒严 不准你下来不准你进来 这怎么回事 当年洪山军 他们是希望全台遍地开花 那我把它是浓缩 非相关的我就不讲了 我就讲特别讲到民进党 当时候 施明德先生他南下的时候 第一个支持他的是谁 叫做苏志芬云林县长 那第二个呢 赖清德是台南市长 都开放让他进去 进去以后有没有发生冲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苏志芬跟赖清德 都让他的车子车队 能够进去宣导 唯独叶菊兰 他讲了 只要你进来设入障 我就我要依法处理 到了最后等于 几乎是把你轰出去 就是说你不准过境的意思 这个简单来讲是不准过境 那这些都是民进党干的 那我们今天讲 陈其迈好了 今天我们先讲到叶菊兰 他的老公叫郑南荣 提倡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是叶菊兰有没有做到 第一个没有做到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陈其迈 如果再讲到郑南荣的话 你说你是爱跟包容 那我们现在问陈其迈 只问他一句话 你的爱跟包容究竟那是什么 当年红三军的时候 你的嘴脸又是什么 然后当你担任英系 不 英系的立委以后 你要立很多的特别法 去约束言论自由 我们今天其他不谈 我只问个一句 就是说陈其迈的爱跟包容 究竟是什么 能不能请未来的陈其迈市长 你说清楚 民进啊 一而再 再而三 长期以来 一直讲 只有他爱台湾 他爱台湾 他的爱把台湾 已经爱到快要死掉了 高雄 其实就是个缩小版的台湾 为什么高雄又老又穷 刚刚委员跟我们讲了 你台湾人没有变笨 没有变懒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台湾 为什么会变成跟以前 亚洲的奇迹 台湾的奇迹 亚洲的四小龙的时候不一样 我要提一个东西啊 民进党的发迹靠什么 一路就靠北秦 到现在执政了 还靠北秦 还在北秦呢 今天讲的话不是北秦吗 对不对 总统也是他 对啊 他说这个花妈被欺负了 还他公道啊 把奋怒化为行动 把奋怒化为行动 这些都悲情 要疼惜花妈 你查一查陈其迈的从政 在立法院 请大家看一看Google一下 陈其迈做过哪些伟大的促进产业的发展 一个都没有 他全部推动 几乎都没有了 您跟他长期同学嘛 对 他全部在推动什么 政治法案 政治法案 公投法 门槛加那么低 他推动到 年改里面 他推动多少 反年改 在这里面 刚才我还客气了 事实上认真讲 叫做自由经济示范区 以前叫自由贸易港区 现在改成自由经济示范区 他带头反对的 就是民进党派一个大将来打 那个人叫陈其迈 另外一个 浮帽 民进党派一个人来打 叫陈其迈 他专门都是那个 他专门打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会政治 只会背情 说台湾人就是给他们欺负 我们台湾人 对不对 我觉得台湾人要挖下去 要活下去 不是一直在想 很可能 很可能 没有人在欺负我们 而且你可以想一想 现在几乎他 要怎么做怎么做 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 敢立一个法 通过立法院 立法的系统 让行政部门有司法权 只有我们的出传会 你注意看那个里面条文 说 如果你跟出传会 比如出传会认为说 欸 你怎么黄志成家里 有那个不行的东西 有那个威权的东西 你犯罪 你要向谁告你知道吗 提告你说 不 向谁申诉 向谁 向高院 高等于行政法院 对 什么意思 就代表出传会是地院 地方法院 对 他是地院 所以你有冤情不是 照理讲我们有冤情找地院 对 他不是找高院 这个概念很清楚 这个法居然可以过 对 就这样过了 你们反正无效啊 无效啊 你们人数少啊 人数少啊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出传会他觉得 欸 这个市委长太帅了 我 我要看你手机 我就拿了 出传会就可以拿手机 我就可以到你家里面 去查你家里的PC 水表 然后呢 我叫你过来问话 你就要来问话 你不可以拒绝 然后呢 你不服 你没办法跟我投诉 你要去跟上面投诉 就这个概念 所以 纳粹的手法 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 而全力赞成的人 就叫做 陳其迈 是这样吗 我想 大家都听过 换汤不换药 您以前民进党 您在讲说 国民党执政 那个时候借人时期的警总 你都讲说警总 怎么样 怎么样 结果你现在弄了一个出传会 你出传会 跟过去的警总 是不是划上等号 如同刚刚志贤姐所说的 你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今天讲说 我要看你的手机 有这个党产的一个相关资料 然后你就拿去了 甚至于我觉得 你家的一个PC电脑里面 也有储存的资料 我要去你家直接 我不用收手票 我直接去就去了 那你跟过去的警总 一样啊 对不对 那你还号称讲说 你是民主进步 所以说大家会讲说 你是民主退步啊 同样的 你今天 齐曼在这一个场子里面 他讲什么 他哭了两三次啊 他说他在高雄住了这么久 然后他是非常在乎高雄的 We care 你今天如果说在乎高雄的话 觀眾朋友比一下 今天韩国瑜的场子 国旗是自动自发带进来的 还有在现场 韩国瑜的场子 发了一个什么旗子 高雄市 高雄市的市旗 三万只旗子 如果你今天长期执政二十年 就有的高雄市区 就有的县区三十三年 一个人人生有整个二十年 一个人人生有整个三十三年 如果你今天真的在乎高雄的时候 为什么现场看不到一面高雄的旗子 你说你在乎高雄 我相信所有伟大的高雄乡亲 他们更在乎他们儿子女儿 他们子子孙孙的未来 他们也更在乎高雄的未来如何 今天从一个小动作 一直棋子 你就看得出来讲说差别在哪里 事为的问题 他们在乎的只有民进党 他们的场子里面 民进党的棋 候选人的棋 没有国棋 没有高雄市棋 他们只有在乎他们的权利而已 如果他们有权利 他们就能够让警种复辟 而且换汤不换药 他只要把这个警种的名字 改成促转会 那你看到 记得9月12号张天津讲什么 如果这个用影射的时候 我们今天 效果更好 而且不要忘记了 他说这个促转会烧起来之后 接着哪一个会会烧起来 中选会 有没有 已经烧起来了 中选会是不是又烧起来 内政部 内政部 那内政部烧起来之前 刚刚我们赖世保委员讲的 针对媒体的一个前论自由 NCC有没有烧起来 所以说这才是讲说 大家在讲说 你都治愈东场 东场完了 西场 西场完了 南北场都出来了 所以比警总还可怕 我们事实上 自从政权轮替 蔡英文执政以后 其实每一天的气氛 都越来越肃杀 我们每一天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关切 如果真的认同民主 那要哭的 不是为了政权的维系的 要哭的是民主进步党 因为国民党有很多地方 那时候有金总嘛 对不对 后来民主进步党 最近的情况 我是台湾最第一个讲的 说民主进步党 变成一个大东场 然后不是促长会才是东场 我说教育部也是东场支部 NCC也是东场支部 中显会中 我早就在这个节目讲了 教育部 每个部会都是 农委会是不是 最近云营的世界也是一样 所以对民主进步党来讲 他执政以后 所有的部位变成他的东场 什么叫东场 我要做的事情 违反法令 我还是要做 你可以做 環保署是不是 也是东场啊 对不对 只要我要做的事情 透过任何的方式 违背法律的规范 他都要做 中显会最近也是不是 所以臺灣人民要知道 真的要掉眼泪 是臺灣人民 臺灣人民 這麼多人 這麼期待你 多年來出錢處理 以前民主進步党在選 你也知道 去選擇 我們去幫忙助選 那個割一放 錢拿出來 那個投票箱 那個捐錢箱 塞 我還記得有一次 民進黨大佬跟我講的 有個警察到了現場 快哭出來 就把錢塞進去 對不對 結果他的政見塞進去 對 這是正式故事嗎 對 但是我們要辦好民主 到十點鐘 所有的選舉都和平的 非常安靜的結束了 可是接下來是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選舉這件事 投票 投票以後 開票 計票 選票 前幾天 嘉義水上香 警方竟然有333張的選票 被選務人員 嘉義線是民進黨執政 帶要帶出去了 333張那是像磚頭那麼厚那麼重 你怎麼會不小心帶出去 結果檢方查了一下以後 都沒有起訴說他們看起來神色自弱啊 應該是沒有要幹什麼啊 好 這次選票流出去 只發現這一次嗎 其他的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可是關於人呢 11月23號 國民黨的台中市候選盧秀燕的團隊 接到檢舉說 台中的南屯區有兩個投開票所的主任監察員 沒有依選霸法的規定用現任的公務員 而用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是什麼意思 就像我們這種的 我們不是公務員 我們就是一般的民間人士 選委會接到檢舉回應 已經在昨晚的6點40分更改完畢 好 看到國民黨的立委江啟成出來開記者會痛批 所以台中市選委會他任用社會人士來擔任監票人員 是在昨天被踢爆以後才緊急撤壞 我們可不可以合理懷疑 這一個地方的選委會也淪為西場呢 中選會變西場就算了 我們現在是中央地方一家親 違法亂紀要保護什麼 是在做什麼呢 台中市選委會的總幹事盧政遠說 我們查這兩位主任監察員 其中一個是現職的監職老師已經退休了 然後他當過選務人員 有選務經驗 你這樣講什麼意思 你是說 你要呼嚨說 反正他當過選務就可以嗎 另外一個他說是台中特教學校推薦 這是魚木混珠吧 選委會是辦選舉的一個國家的機構 你是要決定誰當選誰落選誰拿到政權的 請問你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不可以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 選委會是獨立運作啊 我根本不清楚內容 但不希望醞釀質疑選舉的氣氛 稍有不慎會燒起來 對不起我們就是要質疑 因為選舉民主最重要的公正就是你要守法 選罷法第58條很清楚的講 哎呀你的投票所開票所要有主任管理員一個人 然後還有一些管理人管理員若干人 那那個主任管理員就是管這個投票所 投完票以後呢 投票所直接變成開票所 所有的票所有的秩序所有的事情 還有選舉人名冊誰可以進來怎麼樣的事情 都在你手上 他規定要現任的公教人員 就是你要是現在的公務員 或者是你是教師管理員要半數以上 要現任的公教人員 然後萬一你找不到怎麼辦 選委會可以請各級政府機關 跟公立學校推薦以後 林派之也就是說其實這是一個半強迫性質的一個東西 就是強迫規定一定要公教人員 為什麼老師 其實很簡單嘛 公教人員他本身第一個 他要接受規範的法律是非常多的 再來他如果犯了錯 他可能公教人員資格沒有了 他一輩子退休金都沒有了 他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以公教人員跟一般的人員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我退休了 我如果去做這個位置 那我如果做錯了跟我無關 為什麼 我的所有的退休縫什麼不會這麼影響 可是我是現職的公教人員 我去做這個位置我做錯了 我可能被革職 我一輩子的努力就沒有了 所以找公教人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那再來如果說都找不到的話 請其他要推薦林派之類 這些推薦的學校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你敢推薦的話 萬一出了事情你會出臉的代價 所以這個都是一關卡一關 那為什麼要這麼謹慎 為什麼 為什麼要找那種很害怕犯錯的這種 公務員 我不能犯錯 我要奉公說 這法律怎麼規定 這一條怎麼樣我就要怎麼樣 因為上面如果教我做一些 我不要做的事情 你這樣講 我不敢做啊 你這樣講我跟觀眾聽不懂 你講明確一點 我想更清楚啊 如果你教我做這個事情是違法的 如果我要你做票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當然不會做啊 為什麼 做票對你有利 傷害到我一輩子啊 到時候 我做這個行為 假如我做這個行為 做了 犯法則是我 沒有啦 校長你真的講的 太曲解了 來來來來 直接講 公務人員處罰他的懲罰 和你沒有公務人員身份 你處罰的懲罰不一樣嗎 公務人員呢 因為他有一個那個什麼公務人員的法 在規範 懲戒條例 第一個他的刑期很長 第二個呢 他的整個退休金 他不是搞勞保的 他是公保那一套 他搞了一輩子 幹了一輩子的都沒了嘛 所有的退休金 所有的那部分 就通通沒有掉了 好 這樣澄清了 可是基本的民眾呢 你遇到這種部分 我這邊補充一下 補充一點點就好了 我現在就是要呼籲大家 要小心為什麼 當初余晨月音在選高雄現現場的時候 他的黑派的軍師 就拿了一張空牌的選票 說五張空牌的選票外流了 所以用這個來指控 選舉不公 指責國民黨做票 選舉不公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選的有點亂 然後又有人指出來說 台中這個是不合法的 要是造成有些人去抗議 造成很大的紛爭的時候 那有沒有可能變成選舉變停止 這都有可能啊 所以明天我們投票的時候 要很小心 就算有些地方是不對的 要把它投完 等票開出來再說 不要到時候 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造成混亂 造成混亂的時候誰最有利 執政黨最有利 他說社會已經亂了嘛 那就不要再投下去了 所以我們要呼籲 不管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投完票出來 在投票所 開票所現場 你可以合法的監票 把手機拿出來 拍照存證 錄影存證 開票過程可以錄影的吧 開票可以 但是投票可以 投票手機不可以 我剛剛講是開票啊 不是投票啊 是開票啊 投票手機是不能帶進去的 當然是不能帶進去 但這個事情讓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是 選委會喔 總幹事喔 你會不知道說 投開票所 主任管理員 一定要是現任的公教人員嗎 他當然知道啊 怎麼不知道 那所以請問他要幹嘛 我不懂 任何人要解釋給我聽到有名 所以我會說我合理而懷疑 如果萬一這個是一個爭議點 萬一在台中 在投票過程裡面有一些爭議了 萬一是有些人去製造爭議的 出了問題呢 還有江啟成的質疑是說 他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懷疑 他現在看到兩個 因為有人檢舉了 全台灣有一兩千個投開票所 全台中 對 但是全台灣 不只台中啊 那全台灣有上萬啊 兩萬五 兩萬五 所以這樣子 到底還有多少人 是他不是合法的 現任的公教人員 這個因為趙鑫來到現場啊 他是講起成委員辦公室 他可能比較知道 台中的內情啦 不過因為我以前 在台北市服務 我也了解到說 這個辦選務 雖然他是中選會 可是在地方政府來講呢 他的體系都是 等於市政府會派內政 就是民政局 民政局的局長 他去處理 然後他去找人 所以他雖然是受中選會 好像我們號稱是 獨立機關的監管 可是事實上市長 市政府就是現任的市長 他當然還是可能有一些 權力或透過一些 不是檯面上的一些影響力 那所以這次這個事件 我覺得在台中會鬧得很大 因為現在現任市長的選情 壓力很大 是大家認為很拉鋸 很膠著的地方 所以趙先生來 告訴我們台中 這麼離譜的事情 怎麼會發生 因為選罷法第五百 五十八條 你就是必須現任公教人員 請問這幾個中國是 他們是看不懂嗎 沒錯 而且我們覺得很奇怪 其實對林教授來講 臺中市政府 過去違反行政中立所在多有 包括過去不是用一個簡訊 拜託所有的一級主管人員 說什麼 放下手邊 不重要的業務 他認為他手邊做的市政是不重要的 然後專門去拉票 去選舉 然後每個人還限定 要拉多少票 而且這東西對公務員來講 都是不可以的事情 而且他還有一個就是說 請這個下面的這些局處人員 要在這個市長或者是市政上面 為市政辯護在下面留言 你知道嗎 要下面變成網民 然後林教授還在市政會議上 或者是在議會答詢上 說這些人是龍粉 只要被人家踢出來說 這不是龍粉 這是你想要令的公務員 他牙口無言 在議會裡面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個舉證劣跡斑斑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是震驚但不意外 因為這本來就是好像市政府很習慣 在做的事情 各位南屯發 台中市在南屯發現兩個 各位他不叫監察員 各位看看五個字 主任監察員 主任監察員是什麼 就是已經是一個比較重要 他要管整個 整個投開票所的事情 所以你既然是主任的話 我要任命你 我一定會對你的基本背景 資料要有基礎的瞭解 怎麼可能你是不是現任 我會不知道呢 這要嘛就是故意的嘛 故意而且這是一個犯罪 這可以講說是一個黑術 你知道什麼黑術 光是一個南屯就已經這樣子 台中有這麼大 我們剛剛講上千個頭開票所 你在一定的這個比例之內 一定有其他的來不及弄的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清查呢 你現在就是斷尾求生啊 說我換了 其他的趕快 趕快怎麼樣 息事寧人 但我們就合理懷疑 這就是嚴重的違反行政中立的行為 因為到目前為止 其實你們在台中是在野嘛 你們沒有辦法去清查每一個人嘛 這個行政資源都掌握在台中市政府的手上 只有林佳龍他的系統 只有台中選委會 他可以去徹查每一個 沒錯 看有沒有一樣這種例子 但他們不查怎麼辦 他們那個動作都不願意做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事情我擔心很久很久了 今年因為有很多很多公投 最後定案十個公投 然後九合一選舉已經有這麼多選票 然後再這樣十個公投 朝來朝去 所以其實很多過去長期每到選舉 其他都會來做選務工作的公務員跟老師 今年本來就不想去 那我在想這到底怎麼回事 一直到上個禮拜我還在聽說 整個台灣還有很多的投開票所 找不到人 那我就想說奇怪這個政府怎麼不緊張 我都急著半死 為什麼政府不緊張 我在想他是不是要等到最後沒辦法 就給你塞人呢 永平 當然這個問題不是至嫌你在煩惱 很多大家都已經有這個疑問 因為他明明到了截止日期很靠近 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的時候他還缺一大堆 怎麼能夠忽然之間神奇的奇蹟性的 這些人就通通都填滿了呢 所以這裡頭說實在的 我真的是覺得台中 真的那個江啟成委員 作為主任委員相當稱職 對 就是說這個事情 絕對不是只發生在台中的 他提醒了我們所有的人 要去監督選務工作的公正 現任執政的民進黨的縣市 因為他們有這種輸不起的 覺得只要一輸了什麼 台灣就沒有公道 就什麼虧欠什麼這批人 就可能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 因為明天就要投票了 大家也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 就是明天一定要去監票 就呼籲我們好朋友 所以這個23號 23號一大早 我相信很多人 都收到各式各樣的訊息 就是今天晚上的晚會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澳部 那非常幸運就是說 10點過了 10點過了我們終於知道說 這個澳部終於沒有出現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這是前半場 後半場的澳部 就是從選務工作開始的那 就是投票的第一分鐘開始 明天上午8點開始 對投票的第一分鐘開始 一直到投開票結束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如果說能夠順利 他才叫做沒有澳部 其實呢 中選會的主任委員 陳英錢 他在立法院受質詢的時候 他那一幕哭的樣子 他在哭 其實全國的老百姓 已經在他的頭上打一個大問號 這樣子的人 怎麼樣可以公正客觀超然的去扮演 他的中選會的主委的一個角色呢 大家非常疑問 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1977年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中立事件 中立事件是怎麼樣引起來的 就是選務問題嘛 所以中立事件衝擊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當時蔣經國政府的本土化政策 嚴重的衝擊他的本土化 第二個就是衝擊傳統的選務工作 所以從1977年開始 你會發現當時的蔣經國 開始在改革選務 讓選務越來越公正 越來越透明 越來越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存在 過去對一個傳聞說 某個相近 某個偏遠的地方 這個投開票所突然停電 對不對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他社會對於中選會 對於選務工作 是打個大問號的 今天那樣的一個失去的問號 重新又浮現在兩千三百萬人民的 腦子裡面的時候 這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對這個政府是質疑的 代表大家對這個中選會的中立客觀 是質疑的時候 我們全民有什麼樣的任務 每一個都有手機 每一個人在投開票 在開票的那個時候 大家就可以扮演一個 中成中立客觀的一個監票者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防止澳部 當然我們不希望有任何澳部的發生 我們也希望今天明天都非常的平順過去 然後才能夠展現蔡英文所說的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是什麼 選舉沒有澳部公正客觀 台灣從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 就是那個被人家口口聲聲痛罵的國民黨 就開始辦選舉 1949年之後來台灣呢 戒嚴了仍然辦選舉 當選舉有各種各樣的各種各樣的傳聞 讓人家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可是一步一步一步 台灣走到後來 可是如今我們要走到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明天的投票跟開票 必須是無愧於我們2300萬人 這個是我之前寫的2004年總統大選 總統怎麼可以這樣選的 裡面有我們的投開票所的樣子 它常常一個投開票所就是一個教室 然後你進去呢 你手機啊什麼要放進去 你不可以把你的手機帶去拍照 好 然後呢你要在這裡領選票 領了以後投票 圈票 然後有一個不連 圈完票以後投進去 然後你再去投公投票 然後呢去領了之後 然後再來來 然後你都要出去了 你不能待在裡面 然後等到下午4點鐘 4點鐘一結束 這是規定的喔 按照法律的規定 不可以把窗子關起來 必須所有的窗子都要打開來 當所有的窗子 全部都打開來的時候 整個教室都打開來 然後你就看到那些主任管理員 跟管理員搬桌子 搬桌子搬好 然後開始佈置好以後 立刻開始開票 為什麼規定 那個裡面寫得很清楚 作業手冊規定 你在搬桌子的時候 4點鐘一到 你不可以關窗子 為什麼 怕你做票 你整個窗子都打開了 所以老闆士就看到外面 就看你搬桌子 我看過喔 然後搬好以後 大家全部都走進來 開始開票 他們就開始開票 開票 一張選票 要經過兩個人到三個人 都看到這張選票是蓋給誰 就要經過你看過 你看過你看過 你看過 一個人先看 然後第二個人唱票 第三個人寫上去 然後最後整理 後面還有人整理 這整個過程就是為了要什麼 給我們一個對得起 台灣老百姓的一個公正的選舉 你如果沒有公正的選舉 你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只是垃圾 所以莊老師 對啊 所以我要呼籲的就是 王社長說 投票結束的時候 就是一個完整的下班場面 開票才是 如果在開票的過程 有些人把 本來是投給你的票 對 我知道 他說變成廢票 這不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們三個都是同一國的 對不對 我把你的票就變成廢票 就變成廢票了 所以這種事情 其實在我們的里也發過 發生過 就是說兩個人里長 票差一票 後來去驗票出來 變成輸三票 那代表從今天有兩票有問題 那連這麼公正的選舉 都會有問題 小禮而已 那如果大的選舉的投票 裡面選務人員有不公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呼籲大家 明天一定要去監票 為什麼 如果因為票務不公 造成某些動亂 那中央宣布說選舉不算 傷害太大 不是這裡有一個 來 等一下 那個尤花兄 那我呼籲各位 明天投票的時候 那我這邊是有選務人員 他傳給我的東西 他是跟我講 11月24號 那我按照他的原文念好了 11月24號分兩階段 先領選舉票 九合一選票 投完選舉票後 千萬別離開投票所 投完選舉票 再去領公投票 投完公投票 才能出場 這個是大意啦 好 那我這樣子講 就是這個意思嘛 投完選舉票 再領公投票 對啦 你不能夠離開投票所 好 你離開就不能夠再回來 投公投了 好 現在我跟各位講 剛剛嘉義你講過了 有300多張選票 333張 說是不經意的那個帶出去 錯 因為已經不起訴啦 就是沒事啦 我跟各位講 會不會多硬的 不是不是不是 各位看哈 1992年 那我講了我自己的故事 1992年 花蓮市長魏牧春跟黃信介 他們兩個競選立委的時候 魏牧春他透過了 民政科長跟兵役科長 調動了736張票 他調動736張票 結果39張票 贏過了黃信介 各位 檢察官講 現在所有投票行為 是一個公務行為 公務行為完了 他有管理 管理責任 管理責任完了 選務責任跟法律責任 他有四個責任 所以我奉勸各位 明天投票要謹慎 你非要是投完票 再去領公投票 這樣子對你比較好 投完公投票之後 你要離開投開票所 然後等下午4點鐘 大家一起回到 這個本來是投票所 變成開票所 大家一起來監票 所以我們已經展示了 我們台灣人在選前之夜 10點鐘一到 法律規定必須停止競選活動 所有的人 其實值得我們驕傲 都停了 更值得驕傲的是 到現在為止 沒有記者會啊 沒有啊 拜託 給我回此處啊 臉書還沒有直播 對 然後繼續 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 明天早上 8點鐘要去投票 投票所 我講過 剛開始就會佈置成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票箱很重要 你如果事先把 哎呀 王蜂 全部都王蜂 2000張塞進去 那大家不用投了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 把投票箱翻過來 抖兩下 然後告訴你這個箱子是空的 然後再放好 然後貼封條 然後大家開始 他必須要在有民眾的時候 做這個動作 好做好開始投票 投完票之後 大家要監票 但是要怎麼監票 思維 我想剛剛之前姐已經有講了 在上午8點的時候 你包括了每個投開票所 他裡面的一個主任 這一個監察員 然後是他主要負責 當然在投票所裡面 也有一些公務人員 甚至於教職人員 他們做選務工作人員 還有政黨 他也能夠推派這一個 在投票所的一個監票人員 然後共同做選一幕人員 那我相信8點一到的時候 當然他在還沒有封箱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所有的民眾 在那邊排隊等的時候 然後那你看 好啦 那現在就開始 貼封條完了之後 就開始投票 投票的過程當中 在外面也有警察 那如果說有一些候選人 他們也會派駐 他們的一個熱心的一個義工 他們也會在這個投票所 外面就在那邊看 看看你會不會 對那個投票的一個箱子 你會去做手腳 甚至於剛剛不是校長有講說 有外流的那個選票啊 那在這個時候 會不會夾在這一個益縫裡面 然後不小心給他 沒有人注尽的時候 給他放進去 然後增添那個 但是到最後 你有時候大家都想說 欸我看這一張 這蓋對不對 不只這樣子喔 你如果在這個投票所裡面 的監票的人 你在最後那一關 那個牛逼紙袋要封箱的時候 你還要去核對那個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領票 到底有多少的一個 這個按捺印章的 領票的一個數目 你也要去做核對 就是說你在這裡 你要去領票的時候 在這裡 這裡做很多人你領票 對 你身分證給他看 蓋章好 我領到一張票 好這是領票 那他憑什麼給你票呢 他憑什麼說 事為你可以領票 他有個名冊 對 所以他名冊 今天領走多少票 因為有的人他沒有來投票啊 今天領走99張票 如果開出來是200張票 對啊 這就是做票啊 所以說你不要看他講說 他每一張每一張都亮給你看 民主民主人民當家做主 除了投票之外 當然你還有最重要的監票 那監票的一個部分 你在開票的過程當中 那你最好可能大家都有手機 大家講說拍照 不用啊你現在就直播 你過去人家都直接有怎麼樣 架著那個三角架 直接在那邊做攝影啊 你現在可以直接做直播啊 你把所有投開票所的一個過程 全部都把它錄下來 那個才叫做公平公正公開 然後就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注意喔 你進入投票的時候 手機要交出來喔 不然的話你就沒有了 在投票過程是不能做的 對 我剛剛講的是開票的過程 才可以 然後呢還有 我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人還有各個政黨 其實都應該做的事 在投開票所外面 那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在那邊 如果在學校裡 你就在教室外面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如果有空 拜託你可以做一個事情 你去清點進去幾個人 我告訴你 土法煉鋼很有效 幾個人進去 如果進去99個人 開出來200張票 你就不用看那個了 做票 還有 剛剛我講說 開票的時候 投票的時候他會箱子給你看 對 選完的時候 如果說要開箱的時候 你記得喔 那個選物人員的手 不能夠插進去那個 那個投票箱裡面的 為什麼 你就要一張一張拿出來 如果你讓他插進去的時候 在這一個有袖子 直接抽出來 那你怎麼知道 這不是笑話 我講真的 這是老一輩的講法 沒有 作業手的時候寫得很清楚 他們要去 比如說拿票 然後來唱票 不能兩隻手 對 而且手不能整個伸進去 對 他規定的很詳細 你只能這樣進去拿一張票 你好像整個大鍋炒下去 那個就是有問題 對 對 其實如果完全按照 我們現在 中華民國法律的規定的話 你不應該有做票的空間 我要講一個 今天的聯合報社論寫 大家預防要預防 類似這樣字眼 中選會 有沒有可能出奧部 中選會就包括 所有的縣市的 這些全部工作 舉個例子 你剛剛不是講這個主任委員 這些人找不到嗎 對 行動人員 在高雄 韓國有親口跟我講 他說他們說 欠了四成 人數不夠四成 所以外面去找 你知道嗎 我們報名的時候 有了 已經滿了 那聽懂意思吧 有 他也跟我講 他說欠了四成 你們要把人推薦給他們 沒辦法 他說沒有了 滿了 然後又對外面想說 我們缺人 前幾天我才在友台 跟一個民進黨的委員對話 我就說怕這個怕那個 他說 你放心 這些主任委員 主任監票員 絕對是公教人員 講話跟你們一模一樣 所以不會有問題 這不是有問題嗎 剛才不是有兩個問題嗎 對啊 兩個人就不是公務人員 因為來講的話 他會去跟你轉轉轉轉轉 所以我是這樣認為啦 我是這樣認為看 我覺得這些細節都是一個層面 但是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這個中選會 你可以看這段時間 風風波波跟我們鬧了多少事情 對 然後你可以想 那個公投的案子 第10案 第11案 第10案 還有第9案 4個案子 明明規定 要28天以前 要訂稿 28天就10月24號訂稿一次 結果行政院 他說我還加意見 11月2號又訂稿 不可以啦 為什麼 法令規定 10月24號投票 所以前28天 10月24號是OK的 明文規定 明文規定 他裡面寫什麼 比如說反而死 他就加3點意見 第一點 這是叫什麼 國際規案 他那個裡面的意思 全部 簡單說 他恐嚇你 他恐嚇你 所以這個案子 如果公投過的話 如果按照這樣過 對國家不利 第10案 第11案 第12案 一樣 他說你過了 等於沒有頭一樣 我不理你 可以這樣幹嘛 中選會 您的意思就是說 中選會 事實上 他違法了 違法之後 然後後來人家去告 然後法院判他 他敗訴 他說 法院你自己違法 我要繼續幹下去 然後最後等到定件 他說好 我沒時間了 怎麼辦 事判決於無誤 你咬我啊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這個意思啊 就這樣的中選會 他在辦個選舉 那你有沒有跟我一樣 毛骨悚然 所以大家一定整個手機準備好 直播準備好 任何時候不要放鬆啊 任何時候都可能做屁啊 我真的建議喔 有空 有空閒的人喔 手機準備多一點的電池 站在投開票所 不是裡面 外面 全是 你就清點人 全程清點人數 我告訴你 這個很有用 你就可以知道 你進去幾個人 出來幾個人 如果那個選票 跟進出的人不符合 因為那是公開場所 你是可以站在那裡的 你馬上就有證據 做票的證據 它裡面再怎麼蓋 再怎麼蓋 通通都沒有用啊 招欣 沒錯啊 我就講了喔 比如說那個人 也有可能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之前不是講 嘉義有這個把選票吸出的 這種事件嗎 那是抓到的 如果有沒抓到怎麼辦 假設我今天帶了一百張選票 選票 他選票帶出來代表什麼意思 我假裝我是要進去投票的人 我放在這裡 那我在投票票所的時候 我就是一次蓋很多張 或者是我本來就準備好了 那我進去的時候 偷偷偷偷偷偷偷 我一次可以投個十張 一次投個二十張 我是我這邊丟個 如果說這很好做嘛 你是我 我們是同一個 同一個 對啊 我到這個投開票的時候 我丟個十張 不然為什麼 對啊 那我我怎麼可能是幽靈人到處去呢 就是你要讓我進去 你也要讓我進去啊 過去的做票 跟台灣過去的做票就這樣啊 如果說像校長剛剛講的 你外流了三百多張 這邊五張那邊五張 好啦那明天投開票的時候 你看他怎麼會有選票外流 選舉不公 終止選舉 對啊 你事後你知道 半壞掉啊 對啊 就整個就亂掉了 那如果當時還有發現 你如果沒有發現的時候 明天再發現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講說 當時的那個狀況 但明天不會發生的 不過講真的啦 市委講這個 就這次選舉的邏輯上呢 要這樣操作有困難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民進黨 他比較糟糕的 遭到很強力挑戰的 都是他自己在執政 就是說那個當地的選務工作 都是他現任的人在處理 他如果自己出來鬧 說選票有問題不公 他也不會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所以我倒是認為 到今天來講 最實際的 我覺得也不用讓我們的觀眾朋友 覺得過度的恐慌 非常的簡單 因為很簡單 現在跟當年那個做票 時代不一樣 那個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嘛 沒有每個人都有錄影 沒有每個人可以開直播嘛 你想想看 我們反過來想 如果這個人是被暗裝派去的說 你要去做什麼狗屁刀招的事情 然後你在那邊拿票唱票什麼 現場的人一直在拍著你耶 一直照你的臉耶 一直照你的每一個動作耶 那為什麼壓力 這個壓力真的很大耶 這個不只是 當你在開票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這樣 每個人都這樣 你怎麼辦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的心理的陰影 其實對他來講 他本來真的很想幹嘛 他就做不下去了 沒有心虛嘛 對對對 這個就是全民監票的力量 這個說來說去 為什麼民眾的努力 絕對是有用的在這一次 因為我們當代的智慧型手機的科技 會幫我們大忙 好 那怎麼辦呢 東老師 我講過吧 一定要讓全民有緊張 你有緊張 有以前過去的經驗 你才會出來 不然很多人就是 投完票就走了嘛 我敢保證 明天會有非常多的人 像詠萍講的 會搞直播 會搞直播 而且他覺得這個搞 臉書會很忙 他明天直播 你這樣會創新高 他會是變成說 我們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次選舉 我認為是最乾淨的選舉 就是這個選舉裡面 開票是最乾淨的 因為大家看了都會嚇死 我告訴你 不過我很擔心 另外一個奧布 就是因為大家都在開直播 結果那個網路就斷進去 然後到期以後就不能直播 沒關係 你就全程錄影 你手機錄影下來 之後放上去 就是你讓開票的人 投開票所的人 每一個人都知道說 對 我們很多觀眾 我們很多觀眾 是的 我跟你講人知道有觀眾的時候 就完全會有不一樣的行為 不是因為對他來講 發不來 你想想看 一個人 可是他知道已經有被存證了嘛 就是一個人 他如果願意去配合他來造假 這個不外就是為了錢嘛 或者是給他什麼職務的好處嘛 可是當你全都錄的時候 你這個怎麼值得呢 你可能還要去坐牢呢 我們所有的努力 都是要讓投票跟開票 都沒有坐票的空間 不管各黨各派都一樣 我們剛剛看到台中的玄霧 讓大家劈劈挫 當你找到兩棵老鼠屎 請問你這個屋子裡面 有多少老鼠屎 你找到兩隻蟑螂 有多少隻是你找不到的 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要守護我們的民主 民進黨最喜歡講守護民主 守護台灣的民主 我們明天每一個人都去投票 每一個人都監票 都拿起你充電充得飽飽的 智慧行手機 還要帶你的行動電源去監票 因為那每一張票 都是我們的副組輩 努力的爭取來的 民進黨搞到今天這樣 要讓人家去懷疑 你的投票 你的開票 你的選物 黃信介 餘燈發 你不會從地上爬起來嗎 我黨外的前輩 爭取了民主 爭取了幾十年 我們中國人爭取民主 爭取到今天 被你民進黨搞到今天 我們明天每一個人要去監票 可只有台中嗎 高雄嗎 台北呢 柯文哲啊 柯文哲今天為什麼會這麼樣的緊張 因為今天晚上 他的場子號稱多少人 兩萬 三萬 五萬 八萬 不知道 但是感覺那個溫度 跟四年前有多大的不同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他的唯一全世界 大概唯一可以代表他的人 最重要的人應該是蔡碧如了吧 蔡碧如 攝影大哥都說出來了 蔡碧如他竟然在一個類似於 公務的小的群組裡面 他放了那樣子的話 放了話 那你怎麼想要轉去 因為他下面說請大家幫忙傳出去 所以你也認同他上面的書嗎 你第一時間沒想很多啦 我想說丟出去發酵一下 世維 他去在公務群組裡面 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說我沒想很多 我只是丟出去發酵一下 最重要就是發酵一下 什麼意思啊 他一直放什麼消息 來 說給我們聽一下 他就放一個消息 想說姚文哲不會當選 然後如果假設台北 新北 甚至於高雄 台中 你哪一個在讓國民黨 拿到一都的話 那你民進黨2020你就不用選了 那他這是在警告的意味是什麼 他原本他走中間路線 他既要藍的他也要綠的 但是他要藍的那要不到 因為藍的不會給他 結果現在姚文哲的聲勢起來了 會跟他增實他主要綠的選票 那姚文哲如果拉多了 那他敲敲板效應 他就下去了 那現在他怎麼辦 他要跟姚文哲搶綠的票 他就告訴這一些綠的朋友 講說姚文哲不成了 你回到姚文哲 假浪費了 那這一些綠的他會投給丁嗎 他也不會投給丁 他就希望講說 寄望這些綠的投給姚 而且還告訴他們 小以大意 你現在如果讓這一個國民黨 丁守中委員如果當選了 好了 台北讓國民黨拿到 新北我們又守住了 台中跟高雄 如果我們又拿一都 或者是兩都都拿 那這樣子你民進黨2020 你就要選總統 你就沒機會了 所以說他這樣子做發酵 是希望告訴綠的人 你不要投姚文哲 因為姚文哲不會當選 你投他等於投廢票 你要投科 所以說他就是想說 這就是LINE的群組我發酵 我最初發酵一下 那這不是要操作棄堡嗎 他是 而且操作棄堡 而且現在是不能夠談名調 誰知道誰會當選不當選 然後他還是市政府的公務員 他是柯文哲最重要的 四個女人之一 分身 好 那柯文哲也回應了 其實你們要知道 我們打選任打到最後一個人 握選人幫著握手 都已經沒有時間去管理他是不是 我根本沒看都沒看 真的我沒騙你 我不會說 我連看都沒看 我累到已經嗎 眼睛都快睜不開 我看都沒看 我不知道那不干我的事情 如果有任何有踩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也不干我的事情 這個是真眼說瞎話 這個案子就跟林佳龍 他告訴局長說 你要認真服選 一模一樣 對啊 有行政中立嗎 一模一樣 我們一直在講澳波 這不是澳波嗎 蔡壁如領台北市政府的薪水 對 他可以去幹這個事嗎 蔡壁如他可以去做這個事嗎 公然拉票 公然操作氣泡 檢調誰都沒法 奇怪呢 那個不是在一個類似公務的群組裡面嗎 公務的群組裡面的行政不中立 這裡面賺品太多了 真的 要講的話 你不是才剛講說什麼公務人員 連在臉書都不可以按讚了 對啊 那你公然的在LINE的群組 去操作選舉 操作氣保 然後大家現在只在做政治討論 然後只在問柯文哲說 蔡壁如有沒有在操作 說我都沒看 你應該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的媒體記者 真的現在不是講什麼 因為我只在問是法律問題 太資淺了 靠他意圖使人不當選 太資淺了 他們應該去問市長說 你的公務人員做這個事情 已經違反了公務人員的相關法律 你要不要對他懲處 我們來看低手中講什麼 柯文哲口聲聲說要打破藍綠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在算計藍綠 以前要騙藍的票 現在在關鍵的時候 那又開始要騙綠的選票 我覺得現在只有蔡壁如在操作 這樣情形 那當然就算是讓蔡壁文下台 2020有什麼不好 那是對台灣最好的事情 對 低手中還是從政治上 來討論這個事情 來討論柯文哲 你是不是很堅強 那個一下子打藍一個耳光 讓綠的看好棒棒 所以弄一點綠的票 然後又去打綠的 讓藍的選民看得很高興 用弄一點藍的票 這個把戲玩到現在 還會成功嗎 可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領事政府的薪水 然後做行政不中立的事情 在上班的時間 然後做操作選舉的氣保 他會說他已經請假了 各位去看一看 柯文哲在木柵農會間 民進黨選對會的時候 告訴了黃成國 那也告訴了陳明文他們 哎呀 沒好 你們提個姚文治 你們提個國民黨那個低手中 沒好 就是說一負自在必得 他還是會贏 他還是會贏 他說我是台灣 先抓位 對對對 如果各位去看 那一天他怎麼對付民進黨的 然後第二個 他現在他為什麼 他要操作氣保 原因非常簡單 他這樣算來算去 他說如果姚文治 氣不掉的話 他就有焦慮感 那我沒有說他選不上 我只是說他有焦慮感 那這種焦慮感 碰巧柯文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打順風球的時候打得很好 一旦他有焦慮感 我告訴各位 想到就是說說了就忘 忘了就賴 賴了就氣 氣了 氣了就不擇手段 這個是柯文哲一貫的模式 想到就是說說了就忘 忘了就賴 賴了就那個氣 好生氣的氣 不是放氣的氣 好 柯文哲的個性既然那是這樣子 他為什麼還要操作 非常簡單嘛 他就希望綠營 不管怎麼樣 你綠營的基層選票 只要10%回到柯文哲的身上 就好了嘛 他現在玩的就是這一套 所以當蔡壁盧這樣講 那我不知道 任何一個臺北市的公務員 柯文哲可以說他不知道嗎 告訴你任何事情 如果讓柯文哲不知道的話 你老走就在LINE裡面 被他罵得狗血淋頭了 更何況是蔡壁如會不知道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蔡壁如就是柯文哲的分身 柯文哲說他看不到 怎麼針不開 這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什麼 他不是 如果蔡壁如自己傳給外面說 希望外面的人轉傳 那還可以去講 你知道嗎 他是在一個公務群組裡面 他說什麼 他希望裡面的公務員轉傳出去發酵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在叫說公務員裡面 只要有一個事務官 你叫說事務員 自己去違反行政中立 做公務員職權 所不允許的事情 這就是蔡壁如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講的是什麼 今天是你完全不遮掩的 想要去讓原本應該獨立行使的公務體系 在做幫你助選的事情 你完全沒有遮掩 這是告訴你什麼 這是告訴大家說 你根本就自法治於無誤 所以這東西第一時間 你檢調看到這個 他已經公開承認了 你怎麼沒有任何的動作呢 還需要柯文哲在那邊表態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恥的事情 第一時間就要去接入調查 我們剛剛看到台中 有兩個人沒有按照法律 那是抓到了 加以水上香333張選票外流 台北市市長分身 最重要的四個女人裡面的一個蔡壁如 公然說我丟那個 就是要讓她發酵一下 奇怪台灣沒有法律了嗎 你如果注意看柯P 因為我可不好意思 我從四年前我觀察柯文哲 四年來我常寫文章批評柯文哲 我的節目只要能力所及 我一定盡力的幫大家監督柯文哲 因為我覺得很少看到一個人 可以這樣子的 完全毫不遮掩的 竟然就把別人的功勞 直接說是自己的 怎麼又有這種人 然後怎麼可以一個人 這樣子的沒有一個最起碼 做人的規格的一個 我覺得做任何行業 任何行業 不管你哪一個行業 大大小小 最起碼的一件事叫做人品 你不要給我低到那個人品以下 我就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那柯文哲在所有的政績上面 都是剽竊別人的幾乎90%以上 而且還要去羞辱那個給他政績 讓他拿來邀功的人 這樣子的人我真的 對不起 完全沒有任何的考量 我就是個人 我就不能夠接受 所以我很注意觀察柯文哲 那柯文哲呢 他打壓媒體也不遺餘力 他常常打壓我 多少年常常打壓我 所以我直接老當 我跟你柯文哲直球對決 柯文哲我注意他 他為什麼最近神色很緊張呢 我覺得明天我們台北市民 就要用直球跟柯文哲市長對決 對 你看到他之前不是講說 藍的跟綠的各拉多少 他就會掉下去有沒有 他自己講很清楚 對 這就是我不講數字 但是就是政治投機 一下子靠這邊一下子靠這邊 好啦 你記得四年前他剛上任的時候 一出這個市長市的時候 烤肉架 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個烤肉架 什麼事情都不用 我只要算今天烤肉架有幾支 好啦 那我們當時選給他是希望他能夠改變 但是希望他能夠把過去不好的問題 你能夠把它解決掉 可是大巨蛋你有沒有解決掉 你不能講說這是上一屆的 然後留下爛攤子怎麼樣 留下爛攤子才能夠 你把它解決的話 才能夠顯現你的魄力 同樣剛剛之前只是在問 為什麼蔡壁如這個發賴 然後他發笑一下 你講我不知道 因為這對你不理 那甚至於像小野拍那個廣告片 聲援成績賣 你也講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啦 那郝龍斌的政績他怎麼都知道 都變成他的 你看郝龍斌市場所留下來的那個盈餘 然後你就還債了 你說我還多少錢多少錢 還債王 對你是還債王 那你有沒有講到說郝龍斌 留了多少給你 公宅呢 然後社會出宅這個公宅 同樣你去剪彩的時候 你也說我要加很抱歉 因為郝龍斌 他從那個任內的時候 就延續下來 才讓我今天有這個錢 他也沒有去請郝龍斌說 也沒有啊 人家過往的時候 如果說歷任的一個市長 在我這一任我要剪彩落成 我會把前幾任的 這有功勞有功勞的事情 我們贏過來 一同剪彩 一同分享 這才知道講說一棒接一棒 每個人都有他的一個承擔 可是柯文哲對他好的 他都說是他的 對他不好的 我都不知道 所以說我會覺得 你教他為什麼急 今天你看他這一個晚會 選錢之夜 選錢之夜 依照我們黨部 然後警方統計的人數 從八點開始 警方統計六千 八點四十 警方統計八千 到了十點的時候 警方統計一萬 然後他就講 四十南村那個地方說 你說有兩萬三萬四萬五萬 我小人都這麼大 媒體記者 不曉得什麼原因 大概是他們呼喊的 媒體記者一時不查吧 竟然講五萬已經夠過分了 那四四南村的那個停車場 是一個怎麼樣大小的停車場 對不對 你人就是疊三層樓 都賺不了五萬人 就竟然另外一個報導 還可以講八萬的 真的是天方夜譚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人數不重要 你實際能動出來 剛才示威講 如果他今天選錢之夜 他太太還落淚一萬人 那他當然 蔡壁如只好出紙下策 他就奇殘嗎 各位觀眾 你知道為什麼 永平這麼斤斤計較 這個人數 因為這種行來的人 就是從選錢之夜 這麼重要的場合 你現任的市長 你的選錢之夜 你弄了半天 現場多少人 你想想 四年前 他的選錢之夜怎麼樣 20萬人起跳 20萬可能也是碰轟的 但是10萬一定有 10萬合理 對不對 10萬合理 而且我那時候很清楚 他那種威力 到2016年 還在浮選 到處浮選 我的選區 對手他帶著就 一直走就走 一隻雙塔 你深受其害啊 他越走人越多 他比如說 我一出來 200個 後面 一走就變成 300 400 500 是這樣 有點像 昨天晚上韓國瑜 一走下去 攀石捨 攀石捨 我們講 民主政治很簡單 這不是割生死 你選輸 四年後再來 民進黨的操作就不是 一定要贏 沒有台灣就完蛋了 他的理念是這樣子的 所以一定要贏 沒有中國道路就來了 就這樣啊 韓國瑜贏的話 就怎麼樣 賣掉高雄嗎 他的理念是這樣子 其實民主 四年後再來嘛 四年後再來 這就是民主 要這樣度量 有這個北斗 民進黨沒有這個北斗 他就怎麼樣 抓到權力拿到好處 蔡英文可以封關七千個位置 海星不夠 又創造了黨產會 初轉會 又創造了兩百多個位置 就這樣子啊 吃糖吃鐵 怕吃阿滷米 就這樣 來我最後講一個東西 民主就是做好去做 做不好換人做對不對 簡單啊 柯文哲做哪些偉大事情 你告訴我 好農賓的時代 捷運開通的五六十公里 一年一條 他零 ZERO 他零 連規劃都沒有 零 他有先踩一個捷運的電梯 捷運的電梯 我的藍環捷運站 很多很多我的選民 都以為是立委管 我剛剛不是啊 這企定啊 市長的事情啊 零 沒有進度啊 到現在不通啊 連規劃都沒有 對不對 環境影響秘密還沒有 另外我再講個東西 前幾天我去財政部 他新的大樓就在我的選區 我就覺得這個部長 雖然他是民進黨 appoint 我覺得有一個 button 把立任的財政部長都請來 換大樓了 從水開始請 王建軒 王建軒 國民黨民進黨都有 還有包括什麼那個 顏慶章 包括什麼 一堆 我看那個立任財政部長 都要帶來 我突然間 對不起我歪個樓 插個話 委員我突然想到 林佳龍 他的剪裁 也沒有把胡志強請過去 也沒有把之前的人 這是一個禮貌嘛 這是一個禮貌 這是一個禮貌說 你有今天的一個 你不可能一條捷運 突然你來幾年內就蓋好了 才沒有規劃 你請他們來 這是基本做人的禮貌 民進黨 民進黨是什麼 他就是說 來 因為我們選舉 我拿到 他就不放了 所以 我們為什麼這麼緊張 說監票 就是因為他拿到了 不放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他一定要 投票結果 一定要是我 黃志賢 贏才可以 所以要怎麼弄呢 所以其實不管任何人 不管任何黨派 我們不是專門針對誰 而是說 如果這個遊戲規則 我們不能夠信任的話 不管你在台北 台中高雄 哪一個地方 當台北市長的 最重要的親信 蔡壁如可以 行政部中立 可以去發一個line 然後說 我要讓他發酵一下 然後當中選會的主委 陳英錢 可以胡搞瞎搞到 然後還法院判決 他說法院你自己違法 然後最後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下來 他說 我不能做 你判決沒關係 我不能做 因為時間不夠了 所以社長 像蔡壁如這種啊 就代表台灣的政治的敗壞 蔡壁如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呢 你是一個什麼 你是民選的 還是官派的 你只不過是 一個民選的市長的一個機要人員 你憑什麼講這個話 他講這個話 說什麼讓他發酵一下 這如果是在40年前 蔣經國時代 立刻撤職查辦 撤職查辦 但不會槍斃啦 不會槍斃 撤職查辦 撤職查辦 已經很嚴重了 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我說二零一四年是台灣的崩壞元年 但是二零一八年是台灣的重建元年 我是這樣看 就是說二零一四年 包括那場太陽花血印 是整個台灣崩壞的開始 但是大家都有手機 其實這個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學習的一個過程 其實手機網絡世代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怎麼說呢 也許過去只有四十歲的人 只有五十歲的人 以下的人會使用耐 可是現在年齡慢慢往上 換句話說 大家都會使用手機 都會使用網絡的時候 柯文哲你能夠騙所有的人嗎 柯文哲為什麼會引起旋風呢 因為年輕人 年輕人沒有紹不更事嘛 沒有沒有社會經驗嘛 所以容易親信他 可是呢 其實我覺得綠毒啊 包括綠營 包括台獨 包括柯文哲這些人 成也網路 敗也網路 柯文哲本身就是一個墨綠 然後再夾著一個民粹的浪潮高峰 浪潮終究會退去了 退去以後沙灘上 你看到很多人沒有穿褲子 明年最重要的是 高高興興地早上八點鐘 去投票 投完票以後 監票 因為其實看開票的過程 也非常有趣 把開票的過程 全部都記錄下來 如果你的電源夠的話 所以我覺得明天是監票 全民監票運動 每一個人只要有手機的 投完票 四點鐘以後就是監票 一直到票開出來 成功開出來 而且完美開出來為止 因為民主不是說誰當選 而是說民主是我這一票 我高興給誰當選 他就當選 人民的意志 人民說話 這個過程不可以讓其他各種 怪異的力量所左右 教授 我呼應一下王社長的意見 我覺得2018年 我們真的很有機會 讓今年變成民主元年 很多人今年一直跟我講說 會不會還有奧伯 兩顆子彈 會不會有走路工 我跟他說 我長期以來灌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的時候 已經越來越成熟 台灣人民已經知道 這些奧伯沒有用了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在講嗎 還沒有奧伯對不對 其實再出奧伯的人更會落選 因為台灣人民已經清楚說 做這種事情的人 破壞台灣的民主 那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民主元年了 那在下個階段 就是明天從投開票到最後的監票 如果能夠完全 拜託大家 去找一找 怎麼每個人都拿手機 如果讓整個開票過程 完全能平常 還在投票過程 如果因為投票過程 對公投啦 對什麼有意見 還是時間延宕 拜託絕對不要鬧事 要耐心 要有耐心 明天怪怪的投票 要有耐心 不要鬧事 如果有少數人要去鬧事的話 我們還要幫忙 讓他不要鬧下去 趕快制止 就讓他平和下去 平和下去 平和的投完票 然後全程的去捐票 我支持之前講的 如果你有心的話 就是進來這個投開票所 你在門口算嘛 進來250個人 結果開票出來280張 300張 那一定有問題嘛 對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訊息出去 真的有人在算票的話 那些想要做票的人 他自己會怕 以前是說我幫你 我做了票 沒有人會抓我 沒有人注意 我還會升官 結果現在我做了票 搞不好明天就抓去關了 千夫所持 所以他每個人都會為自己著想 如果我做這個事情 對我是有利的 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可能他會冒險 假如做這個事情 不但不見得有利 而且會抓去關 他就不敢了 但是這個要誰來做 假如檢調單位 假如司法單位 不能做的時候 那全民來做 那我們已經進行了 民主元年的第一步 讓澳波在台灣的智慧消失的 好 剛講說千夫所指 不是 是千萬支手機所指 那個手機會直播 會錄影 怎麼辦呢 所以就不要做票了 現在半夜十二點鐘 沒有澳波 台灣的民主往前走一步 我希望不要再有記者會 不要有澳波了 明天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完成下一個階段 謝謝